近年在娱乐圈极为流行,继梁永齐张曼玉进军服装界担任服装设计总监后,杨彩妮也受邀担当香港EMAC星级制服形象总监,正式宣告她也进军服装界。 12月4号的发布会与顾客服务员见面,一般服务员所穿的黑橙色制服都是杨彩妮的设计成果,在现场她还和大家分享了设计理念。 对,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兴趣,设计,然后这次,而且这次很大的挑战,因为第一是我从来没有设计过就是制服的,然后第二是因为我其实是很少用橘子颜色,而这一次他们主要那个客户是想用橘子颜色,所以有一点我自己也在挑战了自己。 蔡妮一向对设计工作很有兴趣,难得参与这次的设计工作,令她获益不少。 首次为商场员工设计制服,令她心情既紧张又兴奋,但也很有满足感。 早前她尝试过设计服饰、化妆带、婉装,而现在她最想尝试的就是设计婉装鞋子。 刚刚跟他们聊到,我就有说,其实当然我一直在期待,一直会有新的好玩的案子,可是我是很羡慕当时候张曼玉她跟有一个服装品牌他们的合作,因为她是完全去设计了一些她自己喜欢的衣服,而且你也看到她穿得很好看,是一些casual wear,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很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尝试。 还有就是鞋子,因为我自己经常去一些工作,今天也好,什么时候都好,我觉得一双好看,而且穿得舒服的鞋子是很影响那个人走出来的整个自信跟她的感觉,而且我们站很久,所以如果鞋子好看又舒服很重要,所以也希望有机会可以设计鞋子。 此外,近日有媒体声传,莫未因不满公司偏心良勇气机杨采妮有意跳槽,而杨采妮也表示,看过帽子才知道这事, 而早前在金马搬奖礼上有见过莫未,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发生。 性格是很直谎的,然后我觉得如果她有不开心,她一定会好好沟通,不会是那种,就是大家可能误会了,我也不知道,可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话,我一定会跟她讲不要,我希望她跟我们一起,因为我觉得我公司其实很简单, 人很简单,然后艺人也很简单,然后大家是一个大家庭家,然后我是从很小就在这家公司,从出道的时候,我很开心一直看到公司有新的艺人进来, 因为这样子我们过时过节庆祝或去活动就有一般人了,我很喜欢这种气氛。